在華人聚集城市的房舍內 私眾大麻近年來時有所聞 盛蓋博士警方昨天下午 也在當地一處廠房 查獲大約700株大麻植物 包括亞裔災難的兩女一男嫌犯 被警方逮捕 這是警方所公佈 查獲約700株大麻植物的現場照片 盛蓋博士警方 是在周三下午12點54分 接獲報案電話指出 有一輛UHO卡車停在一處 被認為已經人去樓空的廠房外 情況有異 警方前往探查時 才發現了這起不法情勢 被警方查獲大麻的地點 就在盛蓋博士Commercial Avenue的 這條死巷子內 這附近幾乎都是廠房 而在建築物的前方 也可以看得到警方的封鎖線 另外呢就是UHO卡車 現在也都還停留在現場 被查獲的廠房上 在外觀寫有 《新香港製衣廠》的中文字樣 但是窗戶全都被封住 看不到裡面的情景 由於這十條死相 來往人車非常少 而廠房前的柱子上 還掛了一頂些有中文的帽子 隔壁的肉品公司表示 他們幾乎沒有看過廠房的人進出 只知道昨天有警察前來 但並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此事件中 警方逮捕了62歲的女性 Peggy Meidou 以及36歲的男性 Fong Dayang 另外還有一名女性 因為被查獲 身上藏有吸食器 也一併被捕 在外觀寫的財政中 多小 Brus封 在外觀寫有多種 的兒子